您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Sigma Pro一个内建的绘图幻例 那是叫Area and Scatter Pro 就是做面积的散布图,散布图就是面积图 让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先要讲一下它这个图是一个 这个图是一个很多图凑起来的 那在Sigma Pro它就是有这种比较特别的方法 能够让你完成一些你想要设计又很奇怪的图 很特别的图 那这边很多图把它凑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这种图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在下面这边是一个面积图 为什么? 因为它颜色不一样 就线的下方是一个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红色的线 然后这边有一些散布的这个图形 散布的图形 然后在这边又一堆散布的图形 那事实上这边也是有 然后另外这两个 这个 Indian Ocean 这个 这事实上是一个图中图 我们靠Sigma Pro的这种内建的方法 它可以把这个图放来这里面 那这种图中图下来这里面 所以凑成了这一个图 那有几个图凑起来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Graph Property 在这里面有七个图凑起来 分别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Sigma Pro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可以加图 OK 那以这一个图中图这个情况来看 它就是一个15跟16的这个资料 来凑成一个图 然后和13、14的凑成这个图 OK 然后这一个图来看 那这个Boundary 这是一个图 这是一个图 OK 然后是用1跟2的资料 然后在这里面 什么是面积图 这边是讲一个面积图的概念 就是它是在Boundary这里面 Boundary这里面 把那个下面填一个色 填一个面积的一个色 那这个是 因为它是用资料1跟2的 然后线形稍微把它设定一下 那用这个Dash的 断线的 然后在这一边 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个图形 它其实是一个直线而已 它只是一个直线而已 就在红色这个 然后也有散布的这个图形 散布的这个图形 它用5跟6 然后在另外这方面 这黑色的这个 也把它当一个图形 然后把这些通通叠加起来 这些叠加起来之后 然后它就凑成了我们的 这个area跟scutter plot的这个东西了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操作这个 那这个图形 这边都已经有看到 那我们先把它打开一下 在这个plot 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 如果plot1 这边它有讲 它是simple straight line 然后xy pair 可是2是什么 它是 也是1跟2 可是它是simple area 然后3是xy pair 它是用这个simple regression 就是做这个回归的 然后4是这个simple scutter 然后这个5 5也是simple scutter 用7跟8的资料 然后这个9也是scutter 然后10也是scutter 好 那我们把这个资料把它弄过来这里 这里 然后我们重新把它键一个 键一个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键一个new一个 一个graph page 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选simple straight line 画第一个图 画第一个图 simple straight line xy pair 然后我们选1跟2 OK 1跟2 OK OK 完成了 那完成了第一个图 那跟这个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一个这一条线的 OK 然后我们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形稍微调一下 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它比较想要这个 有这个 这个dash 对 然后我们 一样 在这边继续加一个area port area area的 这个东西 我们说在graph page的名字 加一个图 我们加一个area port 在这里面 那我们用simple area OK 一样xy对 他们就会看到我们这边 有这个 这个line 已经有这个 有加进来 有这个area 有加进来 跟这个比较 OK 那事实上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这边这个line 也不一定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看一下 这个2这边 我们把这个line 把它这个sally 因为我们这个line 我们line这边你可以用line 然后 或这个是有的 有的 有这个dash 当然颜色稍微要换一下 因为原来这个是work 然后粗一点 然后这个area 我们这边要换一下这个颜色 因为那个颜色 可能跟刚才的不一样 稍微换一下 那就完成了 第一个这个了 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加进去 用simple regression 把第二条加进去 一样在这个a pro这边 我们用这个 simple regression 我们这个nive nive这一个 把这个下一步 然后simple 这个regression 那目前没有 没有regression 我们先把这个加进来 xxy pair 把它完成 这是3跟4 3跟4 ok 就是3 4 ok 目前有看到一个这个情况 那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线 把它变成一个电 我们只要这个不要 我们只要这个不要 不要 我们只要这个simple 就好 我们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那 因为我们再必须加一个这个 regression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regression 加一个regression 那我们把这个分析这边 我们用一个regression weather 用一个regression 那我们只想要一个 一个最简单的这个regression 最简单的regression 我们就这个就可以了 ok 然后 next next ok 再next 那我们 这个都不必 因为我们只想要 只想要画这个图而已 ok 然后 我们这个也不必 我们 不要建立新curve 945%的也不要 ok 把它放进来 那这个线呢 就出现了 线就出现了 那我们来跟这个比较一下 ok 那因为刚好没有extend到那个 那个图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走在 说0到1000 0到60 把这个调一下 把这个0到1000 0到60 0 到60 ok 然后我们这个 Y是0到1000 那让这个比较靠近一点 ok 好 这个就比较靠近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图形 好 那我们继续把scutter加进来 然后5跟6把它加进来 我们也弄一个不同的颜色 我们在 这里面再加一个图 然后加一个scutter 把5跟6先把这个放进来 scutter 5跟6 进来 ok 好 然后下一步 ok 因为SY对 5跟6 ok ok 那这一个我们给它稍微不同 不同的颜色 好不好 给它 read ok 好 这越来越靠近了 然后还有6跟7的要加进来 加 就是 这就是7跟8 就把它加进来 ok 好 好 然后这个我们也给它不一样的颜色一下 那 这就越来越靠近了 然后再 再过来是那个9和10 9和10 那 ok 这个我们再给它不一样的颜色一下 把它加 把它加看看 加看看 加看看 这个部分 我们把这个9跟10也加进来 9和10 ok 那这个我们再给它不一样的颜色 ok 10跟11 然后10跟11 继续把它加进来 把这个拉过来一下 10跟1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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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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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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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10 15 quito 8 15 15 19 20 15跟16 然后这个是 13跟14 所以我们在这边把这个 Create 一个图 然后是scada 然后34的我们把它做一下 就是这个13跟14 那这个我们 把这个不要都把它删掉 然后这个把这个 把那个缩小一下 就把它摆在这边 然后再把一些什么 那个 他的这个 文字打上去 文字打上去 然后 我们也不要他的这个label 这个label 我们都不要 major label 跟minor label 这个都不要 然后这个 tick这些我们也不要 我们这边都可以把它删掉 都是none 这是none 这是none 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延伸一个要给他一下 然后 simple要大一点 那另外 另外再把那个 就是一些title 把它删掉 现有时间关系 我们是每3 然后我们继续加一个图中图 一样在create再继续做一个图 然后这是对于15跟16 这个一样 这个就不要 cut掉 这个也cut掉 这个也cut掉 就拿看一下 我们把 tick 分这个文字 这个就嘛 那个 三条 再tick 这个我们都不要 然后在这个label这个都不要秀 在ylabel也不秀 这就都没有 tick是完全的没有 在y走的没有 在x走也不想有 然后在颜色这边 把它弄一下 在simple 把它调个颜色 大一点 不太大了 对不起 再把它拉小一点 就把它放进来 就是颜色是不大一样 不过是可以调的 那这一个范例 就是用凑涂的把它凑起来 然后完成了这个面积图 跟这个 我们这一个范例就做到这里截止 谢谢你的观赏 全节科技 谢谢您 我们再见